打開中國招聘網站 多家半導體公司 急著找工程師外貿等人力 美中晶片站升溫下 美籍高管工程師撤離中國 導致中國人才缺口不斷擴大 中氣再將魔手伸進台灣 但打著高新編織半導體帝國夢 會不會是個唐一陷阱 前台積電共同營運長江爸蔣上義 接受三立獨家訪問這麼說 面帶笑容直言不去中國了 也將恢復台灣的戶籍 蔣爸2013年在台積電退休後 被挖繳到中國 還一度被延攬到武漢紅星 有業界人士透露 中國業者只是要打著蔣爸的名號 拿到中國官方大把預算 後來爆出千億大騙局 爛尾收場 不過還沒被揭穿時 蔣爸早就已經驚覺 遭到利用二度回國 中國半導體龍頭中心 以為大有發展 2021年夢遂離去 今年3月在美國時才敢說真話 加入中心是錯誤且愚蠢的決定 台積電昔日六騎士合照被翻出 林本間楊光磊 蔣上義 孫元成 梁慕松 余振華 曾附中的楊光磊和蔣上義 同天離開中心 只剩下梁慕松獨留 被外界冠上叛將 梁慕松專挑台積電競爭對手服務 也曾短暫呆過三星 華爾街日報更把梁慕松 譽為晶片魔法師 讓中心生產出7奈米 如今70歲的梁慕松 動向受到關注 因為美中晶片禁令 越來越激烈 已經到往死裡打的階段 其實我是一個很單純的工程師 但這個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覺得就是可能是一個談判籌碼的 所以不是一個技術問題 我真的不是很懂 這是關於美國的未來 一的原因 為何我很興奮 在晶片和科技策上 是因為它會把未來的未來 會把未來的未來 但是人才最多是在台灣 不是在美國 如果你講到半導體 所以你限制不了全世界其他的人才 那這個結果就是把全世界其他人才的薪水 更加的炒起來 美國掀起晶片人才大戰 創投道老說 全世界最多的半導體人才就在台灣 美國寄出的禁令 無法遏止中國到其他國家挖角 只會將全世界半導體人才 身價炒作到三至五倍 甚至更高 曾把梁慕松從台積電 砌走的前研發大將孫元成 劉台繼續栽培人才 孫元成扛下陽明交大創新研究院總院長的重擔 目前國內四所大學還包含台大成大清大 都有發展半導體相關的學院育才 但台積電新人離職率去年達到17.6% 全球瘋搶台灣人才又加上美中佔波級 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承受到不少衝擊 面臨的挑戰比之前更加嚴峻 素有科技島支撐的台灣 大量優秀人才締造護國群山的優勢 成了全球半導體兵家必爭 對台積電大將們的蹊徑起落 張忠謀全看在眼裡 也未曾口出惡言 退休後的這席話道盡一切 這又是得來不易守住欲不易 期望政府社會台積電本身努力把它守住 三立新聞要超成李文科綜合報導